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到很厌 麻烦 是很强烈的感觉 不过的确和学本是一百年前的翻译 所以譬如上一次我们读奸诈 其实不是说你骗我我骗你 是说对少年年轻青梅竹马的去偶 现在变了深 所以有时中文的翻译会比我们读多了 读少了 所以要很小心 马拉几书头的半卷书说什么 上帝很好 祂将回归耶路撒冷 曾经过亡国秘老的劫难的这一代猶大人心底的糾结 你爱我们?你怎么爱我们? 你爱我们?你爱我们?你爱我们?那什么是爱? 说不出的 欲言又止的 但是 神跟他们说出来 很多时候 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上帝将你心底里说不出的那句 在祈祷的时候 他帮你说出来 第二段 说尊重 开始好像是说对上帝不尊重 但原来到结尾的时候 上帝是说对祭司 为什么百姓不尊重? 波斯王帝国是利用祭司去管核不同的民族 这帮是帝国的走狗 在百姓的心目中 怎么能够赢得大家 又是从心底里发出来的尊重 上帝提醒他们 你做回神的仆人 你执行你作为神的仆人的责任 百姓的尊重 就会出回来 上一堂我们看到 原来说的是家庭 婚姻 不是奸责 回归重建 从巴比伦 回到耶路撒冷 移过文的 你就知道很多压力 首先受伤的 就是身边 最亲爱的家人 最紧密的关系 在混乱当中 自指何故 那些小朋友 那些小朋友怎么办呢 大家 你好 我好 大家好 在平时社交场合见面 文案 就是不提得这样的 上帝 上帝又是帮他的百姓 在这个群体当中 或者在那个 好像没有出路 绝望的景况当中 上帝主动提出来 这是马拉基书 不要跟着西方的圣经学者 说这一卷是上帝跟他的百姓吵架 争论 针锋相对 你一句 我一句 你没听过这些 不要吃虚 不要听了就顺 你读回经文本身 所以 今天 我们又是尝试 慢慢先读一次 六节 第四段很短的 十五句 应该分开 五个小段 每个小段下 是这样 一二三 三句 头一段 是属于二章十七节 然后就开始三章 第一节 到第五节 传统分章 是以前读圣经的人 他们留下的一个分段结构 不是作者 不是马拉基先知 不是编辑的人 所做的 所以我们要留心看看 这一节 其实 摆在第二章 最后的结束 和上文 就真的是毫无编达 上面说的是婚姻 是吧 是说怎么对自己的配偶 身边的人 这里完全不是 重复 总结 第二章 的内容 所以大部分 和合本在内 都将这一节 独立了 成为一段 但是第三章 开头的五节 又和这一节 有什么关系呢 不考虑了 我们一起读一次 我会尝试慢慢解释给大家听 让你听清楚 不仅是先知的说话 是上帝的心事 我们一起读 你们令上主厌烦 在你们的言语上 你们却说 我们怎样令他厌烦 照你们说 所有作恶的人 在上主眼中很好 他还喜悦他们 公道的神 又在那里 看我派遣 我的使者 他要在我面前 开路 忽然间 他要来到他的圣殿 就是你们尋找的上主 而圣约的使者 你们所喜悦的 看他来了 天庭的上主说 但谁可抵受他来的那日 谁能暂住 当他出现 因他好像无恋之火 又像洗作的简 他要做下无恋 正化银子 也要正化 利微的子孙 他要念正他们 像金银 直到他们懂得 正确地 向上主奉献贡物 上主会愿力 犹大与耶路撒冷的贡物 就像往昔的日子 又像上古的年代 我也要临近你们主持公道 我要爽快地指证 哪些行斜述的 犯奸淫的 哪些法假誓的 哪些压诈工人工资 并哪寡妇和孤儿 哪些屈往外人 他们也不敬畏我 天庭的上主说 没错 和合本翻译本来是用 凡锁 锁碎的锁 厌凡这个希伯来文 本来只是在整本圣经里面 出现在马拉基书这一书两次 然后就以赛亚书四十三章 二十三二十四节 你不用现在找 我知道手机很快找到 我们一会最后会慢慢看清楚 不过我想开头的时候说先 这一句说话的字眼是令人厌烦 所以在动词上是很特别的 不是自己厌烦 而是使得对方厌烦 这个动词 另外我们发现在以赛亚书出现 以赛亚书就有一个同意的动词 和合本译叫伏劳 伏从的伏劳动的劳 修订版一百年之后 容易点名了 粗劳 粗练的粗 又是劳苦 又是劳苦的劳 这个动词如果不是令人 粗劳 令人厌烦 那自己呢 在旧约圣经里面 是出现过很多次的 譬如 在约书亚记第七章第三节 你不记得了 不要紧要 说打艾成的一役 赢了耶利哥这个大城 以色列人有点娇兵的心态 艾成很小 百姓有一句说话 不用麻烦劳师动众 就是这个字本来的意思 所以不一定是不好的 我说讨厌 不是 不用大家讨厌 不用大家麻烦 不是 不用劳师动众 不用杀鸡 用牛刀 一个这样的基本的意思 不用劳累这么多人 撿两张椅子 我来自己搞定它 约书亚记二十四章结束的时候 约书亚回顾历史 他说我们进入英许的美地加南 这树的城池 这树的土地 不是我们 中文圣经译 修字 或者开狠 也是和修本的改进 英文也是很熟的一个动词 Labor 不是我们辛苦去栽培 去开狠 不是我们付出什么劳力 这个字本来是很积极的 因为你有收获的 你得到的是一块玉土 刚才新的翻译 不是好土 这些需要功夫的 需要努力的 所以针延二十三章 第四节 那一句民间的说话 就是针延警告 不要努力求富 香港人很明白 你要发达 努力一点 七十一不够 二十四个小时 崇拜都没有时间回来 就拼命 这个在中国人的文化 是好事 在东方人的文化 都是好事 我们什么 勤能补绝 所以拼命赚钱 没有说不对 只要不要骗人 不要犯法 不要做些作奸犯科的事情 这个勤劳 也是同一个字 很正面的 撒母义记下二十三章 第十节 介绍到大卫一个勇士 他怎么应勇呢 他冲入菲利士人的军队当中 拿着那把刀 杀到手臂疲倦 再拿不起那把刀 那个字 又是这个字 我举了一些例子 想告诉你 原来这些字 在开始所说的 未必是我们心目中所想的 因为基本上 这个字眼所表达的 是辛苦 是劳累 但是值得的 有价值的 有意思的 所以不是抱怨 不是麻烦 不是这个意思 这是第一个我想先跟大家 也是 废点努力去解释清楚 不是讨厌 不是麻烦 明白吗 这是很重要的开始 接着呢 在第二个小段下 看我派遣 我的使者 这个是将希伯来文的名词 译出他的意思 我的使者 但如果阴译呢 就是马拉基这三个字 哦 是啊 所以为什么圣经翻译 在一章一节 要阴译 三章一节 同一个字 它又不阴译呢 看我太显 马拉基 那便一天都光亮了 又反过来 你读圣经很聪明的了 在沙孙听得多了 为什么不第一章第一节 那书 就不是阴译 而是值我使者的手 义译呢 这个是一个 怎么说呢 用英文说ambiguity 或者与大相关 译了做人名 这就是一个人 但我的使者 这个意思呢 那就可以有 用英文说multiple meaning 有多重的可能性 这个使者是谁 在三章第一节 第三句 有特别说明 是神同以色列立约的使者 所以 不是一个外邦人 帝国 河西总督 来到了 大家很欢迎他 他现在来关心我们 重建圣殿的事 不是 外邦人没有资格 做神同以色列立约的使者 谁有资格 摩世 在西乃山立约 谁是神同百姓中间的使者 摩世 一个这么高的标准 是吻含在这一树 那个 名字 或者那个字眼 不过 旧有圣经有的确有另一个人 是可以 不知道 因为他没有开股 可以 可能 以色列 以色列是 亚伦大祭司的后人 家谱 一直追上去 亚伦 所以 我们说他出身 名门 望族 不是 他就是 在以色列当中 唯一有资格 可以回去圣殿做大祭司 他回去 但是他带着的身份 又是 阿达舍西王的阴差大臣 我们中国人很明白这四个字 他有生杀之权 有上方宝剑 他可以先斩后袖 你读以色列记 很特别的 他的身份是三重的 当然 君王派他回去 是要管治 尤大百姓 但以色列在他的经文的描述里面 他用什么方法来管治百姓 他用摩西的律法 他用神的训绘 所以他分的 他将王的命令和上主的训练 他用不同的字眼来交代 不过这是一个可能性 但我想告诉你 我听到这一句 其实针对的正是 就是回归重建这一代的百姓 他们需要什么? 在政治上的清明 廉洁的官员 或者明白上帝的教导 遵行上帝的训练 谁是圣约的使者 三章第一节 跟着你刚才读下去 发觉 经文是讲这个使者 但是有少少我们需要澄清的 就是他用第三身单数的代名词 他的时候 我特意翻译 将它区别了出来 因为在中间的一句 忽然间他要来到他的圣殿 不是讲这个使者 行不行 你很烦 会告诉他 你读不到这段圣经的 你要分的 这个他下面马上解释 这个他是讲上主 不是讲那个使者 上主猜显他的使者 但上主自己未来 他忽然间要来 但他来之前 圣约的使者 看啊 他来聊 可以分到吗 希伯来文没有分的 都是个他字 我们中文幸迹 有两个他可以分得开 这里再提醒 接着再说下去的这一段 就是描述这个使者要来 他来做什么的 无恋白城 特别是利未知派 好像无恋银子 再下去无恋金银 我们很陌生的了 我们去买的只得分的 狗狗金还是面头刷针 我们不知道那个过程 但刚才如果你有留心 这位使者只是比喻 她的兴趣是金银 她的兴趣是百姓 她坐下来瘦练 明白这个动词吗 为什么要坐下 对啊 让我们坐下听到就睡着了 很容易催眠 我现在要煮中药 很感激有朋友送了个电的自动药煲 自己就会认识的了 如果不是以前是怎样的 坐下还要喷火 喷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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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我认识喷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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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你们和合本译施行审判 那就同前面第二章第十七节 就你怎样封马牛不相及 你都拉不上扯不上 那个首尾负刑 施行审判 Mishpat公道 前面白姓问什么 公道的神又在那里 听到吗 Mishpat 你译了前面 讲公义的神 后面你说施行审判 你看不到原来三章一至五节 是回应着二章十七节 白姓问公道的神 三章说到神差显的使者来不是忘记 不是distract 不是转移目标 话题都变了 不是不是不是 所以公道是这一段的开头 公道是这一段的结束 我们之所以将这六节的经文归纳成为一段最重要的根据 就是这个开头和结尾 那你听神的书 要听完 不要中间执一句来听 我经常说今天有时我们讲到读圣经 我们真是使徒保罗发梦都没有想过我们这样读他那本罗马书 或者那本《以忽所书》 你写一封信给别人 被人执着一句不断唱 我有头有尾的 我有上下闻的 我说几个东西 你明白吗 你可以读圣经其中一句 不过你一定要明白整卷在说什么 我们都没有去到整卷 我们讲的这一段 造底上帝 原来他是回答着百姓心里面的另一个问题 所有作恶的人在上主的眼中原来是好的 他还要喜悦他们 公道的神去了哪儿 这是百姓心里面说不出 但是一直在说的一个问题 你有没有这个问题 你敢不敢问 今天香港人都在问这个问题 为何神情自恶人 我们心目中的恶人不同 不过为何上帝不走出来 斩了他 闪电 几大块人心 驾车冲上行阳路 杀了六个人 今天 怎么说 就是 服刑 死刑 是啊 不是可以 未够年龄 杀了人也好 他还跑去人家父母面前 那些说话 我今天回家了 没有爱我家人了 上帝应该上善佛阿 为什么我们的上帝不是这样 我们的福音没有公义 现在连这句都在港台上说出来 原来不是厌烦 是劳累 圣经说的是什么 这样喊的人 上帝听见的 上帝用了五节的经文 来回答 他的百姓的问题 不是 回答我们今天 香港弟兄姊妹的问题 都包括那些疑问 出了去的弟兄姊妹的问题 对吗 那你要听 因为我们的问题是有假设 我们假设上帝这样做才是回答我们 上帝不是这样做就不是回答我们 可以吗 我们也挺恶的 上帝有回答的 关键就是你听了多少 一睡醒听了一句 不合听 不是这样的 真的要慢慢来 上帝用了五段十五句说话 他说什么 第一 先知用了这个使者公式 代表上帝说话 是的 作为先知 这个角色很重要 在这些时候 先知不是说一些好听的道 百姓想听什么 百姓想听 惩罚恶人 好 我就专选了圣经里面 那些骤装恶人的诗篇 跟你说 哇 大快人心 收视率直线上升 喂 是假先知 明白我的意思吗 《生命记》警告 不听先知的后果很严重 但你小心读十八章 《生命记》警告 然后先知善治说话的后果更严重 什么叫善治说话 就不是说上帝要说的 就是这么简单 拿丹先知是一个好的先知 中心的先知 你就是那人指着大卫的鼻子 没有人敢出声 哇 这个先知很棒 拿丹有一次做了一家先知 大卫问他 我为耶和华建圣殿 没有这么直接的 两个大人说话 大卫问我住在皇宫里很舒服 大卫说的雪楼很昂貴 不是雪櫃 还在会幕里 拿丹听得明白 你心里想做的 你尽管去做 又是没有提醒聖殿的 结果那晚上帝和拿丹说 你说的 我没有说的 大家都知道 结果拿丹要死的气 回到大卫面前 说对不起 我说快了 那是天庭上主的说话 上帝真的有回答我们 不过你要听 第二 上帝说 我派我的使者来 他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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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 我未来 我会忽然 臨到什么叫忽然 耶稣用的比喻最精彩了 好像贼一样 不是耶稣自己用的 我们不敢怨礼他 耶稣回来 好像贼一样 不是耶稣要来偷东西 是你最没有防范的时候 他就来的 这个叫贼 那些给你知道的 你捕他的 那些很笨 不是贼 我现在在家楼下搭了棚 装修 天天很吵 很辛苦 躲到哪里 但其实最危险的 管理处贴出来的个告示 说什么 关好门窗 没有啊 我今天出来也是开了个窗 那就爬了进来 你又没有窗花 你不知道 是没事的 就是说这句的时候 人以为平安稳妥 忽然 你预料不到的时候 所以上帝为什么不早说给我们 我经常说这个比喻 希望你记得 你上班外出吃饭 飞容说 你什么时候回来 你需要回答他 你不用回答他 你随时准备 你是仆人 谁问你 你要回答他 太太问你 要回答他 因为他是主人 是不是 分分得到背份 白维坤牧师说的道 不是我说的 我很佩服他 我们经常在问主耶稣 什么时候回来 你调转了身份 你当自己是主人 你不记得你是仆人 仆人应该如何 耶稣教得很好 随时准备 十个同旅 随时预备有游 警醒 这是很清楚的 忽然不是一个问题 不过上帝原来有一个步骤 而这个步骤最重要 我们要在这五节的回复当中 是关于这个使者的 无论他是谁 马拉基也好 以斯拉也好 这个使者要来 是预备主的道路 我们又跳了 跳了在哪里 施洗约翰 他出来施洗 然后被人杀了 不是 这个不是说施洗约翰 这个不是说施洗约翰 这个是说当时 距离施洗约翰 五百年前 耶路撒冷的需要 上帝说 我知道 我正在回应你们 我正在回答你们 我用行动 我不单止天庭上主说 我不单止用说话 我用行动 我派我的使者来 他们如何预备 刚才我们说过 他要熬练 他要淨化 利美的子孙 而这个过程 谁可抵受 谁能暂住 不是指个个都死了 不是这样的意思 我们也是很容易误会了 而是一个很辛苦的过程 你问一下DSE那些考试同学 哎呀 今年第一次出题目 没有旧的试卷 哎呀 那个很浅 懂得回答的 那个谁可抵受 谁能暂住 是描写的一个这样的情况 不是很轻易 不是随便 不是来做场show 是吧 啊 节旗来到了 大家集会 学习思想 过骨 不是不是不是 是个很认真的熬练 好像熬练 银子 金子 咦 杂质 要拿走 熬得住的有福 但是 哪一个能够站得住 这个有心理准备 不是说你站不住 是你不要以为很容易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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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骑两下肚 就马上放下屠刀 下地成法 明天就成圣 成圣 成圣需用功夫啊 现在这首诗不唱了 不懂得唱 有多少人懂得唱 英文 take time to be holy 功夫 原来不是解努力 是解时间 所以 目的 不是利美的子孙 成为圣洁 成为真金白银 正金 不是 是让百姓蒙主越纳 怎么证明 所有的犹大人回到耶路撒冷 所有的人都蒙神喜悦 是他们献上的公民 能够蒙神喜悦 所以这个彻底的熬练 的目的 原来不仅是祭司利美人 你查经的时候 抓住这句 就回赛意了 祭司利美人做什么 我们知道的 他们的责任不仅是献制 祭司利美人 特别在以斯拉回去的时候 他特意找了200个利美兹派的弟兄 跟他一起回去 然后帮助百姓明白神的 《戒命律》 来典章 所以利美人 不仅是站在港台的 是住在百姓中间的 我不想用这个例子 因为很容易令你有个错觉 他们不是关爱队 可以吗 有事才能敲门 火热 不是 他是平日关心你 怎么样 很忙碌 最近有没有时间祈祷 读圣经 谁有资格问你这个问题 肯定不是你太太 也不是你爸爸 也不是你的朋友 也不是你的老板 是谁 牧师 全道同工 所以他们不问 就没有人问 对不对 所以利美兹派是做什么 是帮助百姓 找出你怎么可以遵行 神的道 然后蒙主 越纳 所以这也不只是 为百姓尊重祭司 那么简单 是让百姓蒙主 越纳 上帝 要施行 审判 祂要主持公道 我们就填充 照我的意思 去杀陆那个恶人 去掌赏我这个义人 去帮助我们 完成我们的目标 上帝如何主持公道 想事份我 审判仇敌 几乌情奸 最少都要 三章 第五节 那处是列出了 上帝要来主持公道的内容 我再读一次和合本的翻译给你听 我必速速作见证 境界行邪述的 犯奸淫的 被假誓的 规护人公家的 非压寡妇孤儿的 屈枉寄居的 不敬畏我的 这些东西 不敬 就是摩西五经 的《戒命律例典章》 孤儿寡妇寄居者 你记得够 其实就是这样抽出来 就是这些 所以保罗在说 爱就是完全律法 就是这样的意思 上帝教了 上帝来到 不是由头再提醒 所以他用这个指证 你知道的 你明白的 你听过的 你有没有做 但最特别的就是 原来那个对象 不是当时 受外邦帝国 杀禄 抢掠 迫害 老劫 战争 亡国 的仇恨 的恶人 哈? 上帝原来来到 是在我们中间 主持公道 用新约 又是一句 不知道你 记不记得的 金句 不如现在很少提 审判 由哪里开始 不知道 神的家 请黄牧师 讲一篇 审判由神的家 开始 哦 原来香港面对的 过去的事情 神要审判 神说我来的 不过我来的目的是 无恋 审判 我要主持公道 不过 对象是教会 懂得这么说 不懂 喊到七彩 哎呀 我们走了几百人 上帝的工作 上帝的目的是什么 刑罚 审判 我们的民间宗教 打小瘾 不是的 上帝的目的 不是我们心目中的目的 他要拯救 他不是要惩罚 他不是要惩罚 喏 这里我们回来 一开始我们讲过以赛亚书 以赛亚书 以赛亚书我读给你听 四十三章二十二节 雅各 你并没有求告我 以赛亚书 你倒厌烦我 这是上帝开始说的厌烦 跟百姓说 不是跟外邦人说 外邦人当然不懂得 呼求耶和华真实 但是雅各呢 雅各竟然 在求告上帝当中 觉得很疲 很疲倦 很劳苦 很努力 要慢慢不睡 这样付出 在说什么 上帝说 你没有将你的羊 带来给我做坟 就是没有用制物尊敬我 我也没有因为工物 使你俘虏 没有因为乳香 使你厌烦 我改了译 勞累了 他们被老 在外邦 没有圣殿 没有得献祭 上帝说没有 我没有追求你这些东西 你不用觉得很烦 不用觉得很辛苦 没有 不是的 上帝一定要我早上起床 最累的时候灵修 我又睡过 那就是下午 那就是晚黑 不要紧的 上帝说没有 我没有因为这些 来使用 来使用你们努力 那是什么 那是什么 没有用银子 为我买枪 没有用制物的 自由 使我饱足 倒 使我因你的罪 恶 俘虏 使我因你的罪业 厌烦 这真的不应该厌烦 上帝因我们的罪厌烦 上帝很讨厌 上帝很讨厌 上帝很麻烦 不是 上帝是 因你的罪业 是你令到我努力 唯一马拉基书 和以赛亚就是说这里 和罪业有关 上帝觉得 不得劳累 你们在言语上 令上主劳累 我一位朋友 最近和太太抱了她的儿子 回来 院长院长 拍一张照片 我说好啊 过去我只是看到你儿子的照片 没有见过真人 现在九个月大 好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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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呢 一个早产 超过半年 在威尔斯 所以每天 下班 父母就来探大儿子 出了世 好好地照顾 真是多谢这些 婦产科 还是儿科 在ICU 后来有的抱了 插了喉 抱着拍张照给我看 好厉害 这次什么厚都没有了 带着来 我问 回家 辛苦不辛苦 好辛苦 爸爸正在读神学 我每次交功课 他就生病 家里三个人 二十四小时 轮延看着他 好辛苦 劳累 是不是厌烦 会 很麻烦 不要我说 他说好了 你明白我的意思 父母说 哎呀 好烦 哎呀 好累 哎呀 好辛苦 但你听不听得出 背后不是埋怨 背后不是厌烦 背后的痛爱 背后做父母的满足 和英文说pride 中文就Google翻译 是骄傲 不是骄傲 是自豪 是引以为为 我儿子现在不用在医院的树插住后 回家 是啊 很麻烦 是啊 很累 不过我们在照顾他 看看多精灵 上帝原来是这样看我们的 是啊 很多东西说 是啊 是又说 不是又说 对又说 不对又说 不过很精灵 上帝说我好辛苦 哈哈 我要慢慢坐下 来到熬练香港教会 使我的百姓此时此地 在沙孙蒙神喜悦 我们同心祈祈fer 求圣灵开我们的心窍 不是用于我们 counts 中意的圣经去读 符合我们的要求 我们就接受肯定是神的说话 求主打开我们的心 去谦卑聆听 并且遵行你的教导 昔日是这样 今天当我们面对主 我们成为先知 对我们说话的百姓的时候 轮到我们这一代 让我们都小心地去听清楚 又愿意尽心来去实行 跟从主 不随着我们自己偏行 我们自己的路 多谢你谁听我们不配的祈祷 奉耶稣基督命求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